CANVA有英文的文字邊框 數字邊框 沒有內建的中文文字的邊框 我們可以利用Inkscape來製作 首先我們先匯入一個事先準備好的材質 這個材質就隨意找到一些簡單的材質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切換到這個圖層的位置 這個地方切換到圖層 我們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那如果這個地方你沒辦法按 你也可以從圖層加入圖層這邊 來點按也是OK的 這兩邊都可以 那我們利用這個A輸入文字 那這邊有字型你可以選 看你有沒有安裝一些中文字型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就是用內建的系名體 和標凱體這種字體 那各位可以去下載王漢中的字型 這個是免費的 那我們選一個A 我們在上面拉一個外框 我們就可以輸入文字 好讓我們把 好讓我們把 剛剛把這個拉大一點 好不然沒辦法顯示 好記得拉大一點 那其實你可以盡量選擇有黑體 出體的 字型你可以選擇有出體的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你當然也可以在這邊 再輸入英文的 字 單字 好 我們一併做練習 好 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材質呢 我們 調整一下大小 那剛剛這個文字呢 我們一樣放到 圖層2的地方 好 那這個材質放在圖層1 我們故意放在不同圖層 好 那接著我們 我們利用這個箭頭工具呢 我們全部把它選取 好 各位看一下這邊 好 兩個文字還有一個材質都有選取 好 好那我們按物件 剪材 然後 set clip OK 我們等一下這邊要 再複製一次 不好意思喔 這裡再製 好 這裡就有兩份 我們個別來製作 好 第一份 跟第一個材質 跟第一個材質 好 那麼接著呢 就中文的文字呢 跟另外一個材質 一樣set clip 這樣兩個才會都出現 好 好 那我們剛剛只有一個材質呢 它就出現一個而已 所以檔案 Export 那這邊我們先選擇PDF 然後選擇 要匯出的位置 這個要先選好 好 這我的名稱叫A123 好 那我們把它匯出 OK 那我們包含 中文文字 英文 數字都有了 好 那我們挑到Canva這邊來 好 那我們上傳剛剛的PDF檔 PDF檔 在這裡 A123 好 那我們在元素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放一個 簡單的背景 好 好 好 新增一個頁面 好 我們剛剛在專題 專案這個地方呢 有看到 A123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點進來 好 就進來了 那這個 這個兩個 兩個區塊 那我們把這個放過來 好 把它原本的 材質 我們把它刪掉 好 這樣就會看得到 這個 類似有 藍天白雲綠地的 這個狀態 就是 邊框的狀態 好 這個也把它放上來 一樣的 我們按Delete鍵 刪掉材質 這個邊框就進來了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去放 我們要放的 圖片啊 或者甚至 甚至 甚至 動畫都可以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邊搜尋一下蘋果 好 那我們把它放進來 你看這個文字 是不是就有蘋果的效果了 西瓜 西瓜 有沒有 那因為這個圖片太小了 所以你放進來的時候 你看一下這個文字 這些英文單字就看不見了 好 好 那我們當然也除了照片之外 也可以放影片 好 那我們來放影片 試試看這個效果 好 來播放看看 有沒有 這樣子的文字邊框效果 感覺就很炫 OK 那各位夥伴 自己就測試看看了 喔 謝謝收看了 YOU